Hello,大家好,我是风哥,Win李师斌 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人体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器官 也就是肺 那我一说到肺,大家就会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我们的中医师调壁 我知道大家在这段期间 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 也特别的去提升,想要更加的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主题嘛,也就是肺 肺的话就会很直接跟呼吸道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可是我想要问一下,Win 就是在中医的角度 其实肺主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发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肺在我们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器官的其中一个 就是也很重要 反正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嘛 那肺也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那我们的肺很健康 然后肺活量它就会增加 然后肺活量增加了过后,氧气就能吸入 吸入的氧气就能增加 身体的血氧也会跟着增加 如果我们的血氧足够的话,就能促进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 整体来说,就会让我们全身带来健康 其实只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氧气就能克服体内 那种慢性疾病或者老化的问题 然后在中医的方面,对于肺如何看呢? 我们中医以三个方向来说 肺的形态,肺的功能 还有肺跟我们外面 外表,我们如何判断外表出的问题就是肺出的问题 三个方面 第一个肺的形态 我们先说肺的形态啊 肺它就是最娇嫩的 我们讲它是肺就是一个娇嫩的丈夫 肺为娇脏,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肺是最娇嫩的一个丈夫 因为它在我们的五脏里面最高嘛 所以一些病毒病菌它吸入的时候 它就会先侵犯我们的肺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肺是变了一个前锋的意思 就是以一个保护心脏以下的内脏为主要的一个器官 所以它也很娇嫩 所以它不能是说时常受到这种病毒的侵犯 如果时常受到这种病毒的侵犯的话 它就很容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 然后你慢慢就会跟人讲的抵抗力弱 就是因为肺虚中医的一个观点 第二就是肺主气 肺主气就是很容易理解 让大家理解就是肺就是主管我们身体体内体外 呼吸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气跟那个肺如何交换 就是全部全靠肺的这个机能 这个如果肺出了问题 我们的换气啊 呼气全部都会有问题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肺主皮毛 我刚刚说的 如何从外表一看你 就知道你的肺有问题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里面嘛 我们不知道我们肺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所以如何判断呢 肺它控制我们的皮肤 所有有皮肤毛孔 都是肺来控制 好像你出汗啊 没有有些人出很多汗 有些人没有出汗 有些人很多痘痘 或者搓穿很多那种粉刺什么的 全部都是肺 如果是肺出了问题 你就会有一系列的皮肤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肺不好的话 皮肤也是其中一个看得出来肺不好的一个症状 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肺不好会出那一种我们称的 很多人说是风膜嘛 就是风疹 风疹 就是一红红很痒的那种皮肤病 这种就是肺育不好的其中一个判断因素 从小孩子 大人都要注意小孩子 就是小的时候 会承受到的一些肺部的一些影响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是说时常喝冷 就是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 也长期喝冷的东西 肯定肺肺肺肺受不了 在访问之前我还喝了一杯冷水耶 基本上冷水不是不可以喝 我可以什么都喝冷水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刚刚运动完 哦不能 我看到有时候有多人会 你知道吗 一运动完整个人很热 然后有一瓶冷水 那我下个人会很舒服 是但是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上 你喝冷水 很多有很多case都是因为这种情况 然后倒闭死亡 这么严重 对这个因为我们的气传不上去 我们在运动完了过后 我们的心疼代却很快 然后那个心跳会很快 所以的话那气的血都需要运行很快 如果你喝冷饮 它直接把你的血管收缩 所以你应该要的供养量 你没有达到上去 所以你就会可能一下子失去意识 修课或者暴毙 是OK那这样子的话我蛮想要知道一下 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 去预防这些肺部的疾病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样来保养我们的肺部 首先肯定是一定要你自己的生活作息一定要管好 怎么样才叫做好的生活作息 这个有点自我惭愧一下这个 大家应该要睡觉的时候就睡觉 到了那个要睡觉的时间就应该要睡觉 到了应该要起床的时间就应该要起床 有些东西不能吃多的就别吃太多 比如说冷水这种 大家都懂其实吸烟不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还是会吸烟 是不是 所以的话能少则少 因为对于一些已经吸烟了很多年的人来说 吸烟要戒掉等于好像是要拿掉他的命 对 所以的话能少则少 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去注意 然后他也可以吃一吃有时候补肺的保健品 那我知道就是其中一样可以帮助到肺部的一些保养 或者是呼吸道功能的一个成分 就是哺乳汁也算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果保 所以调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乌鲁汁这个果保 乌鲁汁它是一种药用真菌 什么是真菌 真菌就是好像类似蘑菇 菱子也是药用真菌 这种药用真菌 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东南亚国家的森林里面 它就只有在这里藏了 然后它最有效成分是它的乌鲁汁里面的那个菌核 就是埋在泥土下面的 它最有效成分其他成分都 而且其他部位都没有什么功效 是OK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乌鲁汁 它就是除了可以带给肺部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功能之外 它才有什么样的地方呢 是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功效吗 乌鲁汁它是除了补肺补气之外 它和很有帮助的调节我的免疫系统 嗯这个主要 对对对对它可以帮助调节 还有去克服免疫系统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有些风势关节炎那种 如果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出现了问题 它不平衡了 它就会跟过敏 画上一个 它不要抗那个过敏了 一个等号 一个等号 就会过来啦 就比如说我们会对很多东西过敏 免疫系统一四层 它就是会对食物过敏 我们的皮肤病 湿疹 牛皮血 这种 然后慢慢慢慢 如果你不管它 你都觉得是小问题 它就会 你的体质慢慢变成过敏体质 嗯 之后就会出现一系列这种问题 是而且我也知道说 当你的这个 人的免疫力一下降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大病小病都会找上 对 很容易受到流感的一些传染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 可以去运动 啊 运动 因为运动 将快我们的行程代谢跟血的循环 是 它不会死死的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的话 所有行程代谢 那种旧的细胞 可以旧的血都可以很快的去代谢掉 所以你的整个人会健康一点 OK 那其实葫芦汁 它是属于比较寒性 还是热性的呢 就有这样它会导致热气吗 还是 葫芦汁它比较适合哪一方面的人用 其实所有人都适合吃葫芦汁 因为葫芦汁它是没有偏向sting的 没有说寒或者热 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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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汁如果是说身体比较热的人 可能要吃少一点 因为它怎样都是补肺嘛 有些人很容易因为一点点补就放热气 所以的话身体比较热的人要吃少一点 量要吃少一点 然后如果是比较寒的人就可以正常的吃 然后葫芦汁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吃的 任何人吃它就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而且长期咳嗽还有哮喘的人 无论是大人小孩更适合吃 那对于葫芦汁来说 那在中医的方面 还有哪一些的草药成分是可以互费的 其实互费的草药呢 都是在我们最近 葫芦汁不是有新的一个口味吗 它里面都刚好里面的都是有护肺 润肺应该说润肺 都有润肺的 就是琵琶 或者梨 这两个润肺的功能很强 而且它们除了润肺 就是你如果身体热 你吃了这两个成分 它们就可以帮你清热化糖 润肺 可以动和这个热度这样子 对 它就是葫芦汁有一点点热嘛 这两个成分就刚好有点润 可以把它中和掉 是 所以的话可以化痰 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润肺 好那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是不太适合服用TMK的 就是这个Tiger Milk King 有啦 其实最好就是我们会避免一些 怀孕的妈妈 或者是 哺乳的妈妈 或者是小于去岁的小孩 小于去岁的小孩子 好其实总之啦 肺部呢 尤其现在我们一提到肺 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 一个字眼 所以呢 就是可以过过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也希望呢 这个Tiger Milk King呢 可以帮助到你 让你的肺部呢 更加的健康 毕竟现在真的千万 哪怕有没有那一点点的咳嗽 你都会自己都有一点怕 更何况 你看到别人 在看位置 所以呢真的 要在这个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呢 多一点点的照顾 所以我们就 Kelvin 我们的综艺师呢 一起推荐你的这个 Tiger Milk King 最新的升级版本 就包括有 乌鲁汁 还有这个琵琶 还有玄的这个成分 OK 好那现在呢 还是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嘛 那Kelvin 要不要给一下观众们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Kids 应该怎么样的 除了跟随SOP之外 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咯 然后能不出门就尽量少出门 真的这个 因为我是因为伤口 我是因为 中医师的身份 然后去整天要看诊嘛 每次出门 然后就在外面看到 还是一样多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大家都好像还是照常出门的 所以能不出门 我们尽量来阻断那个感染源就好 OK 好的 好谢谢Kelvin 中医师那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呢 有更多的一些健康小知识 是啊 那记得可以多一点Follow 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可以什么时候 OK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